防弹咖啡当早餐,能控血糖,助减肥吗?医师,小心这些情况会破功。 早餐不是吃能喝牛奶、豆浆,有许多同好,则是以防弹咖啡来当早餐饮料。 日前有媒体引述日本医师的推论,指出喝奶牛咖啡当早餐,能降低罹患糖尿病风险,似乎有控糖的好处。 国内减重专家对于防弹咖啡能控血糖的说法,是否能认同呢? 防弹咖啡的起源,是由美国的一位高科技业的工程师所提出,因其本身也是一位肥胖症患者,尝试在咖啡加入无盐草4奶油。 以及一些中链的脂肪酸来当早餐后,食用了一段时间后,居然体重有明显下降。而此种方式的吃法大致就是生酮饮食的概念。 医师,糖尿病患者依赖生酮饮食,小心滴血糖并发症。 台湾肥胖症未教防治学会常务理事剂减重专科医师刘伯恩表示,糖尿病的患者在医学上的统计。 是第二型糖尿病居多,其病理原因是属于胰岛素抗耐性,也就是说对于血糖的代谢能力变差了。 理论上,如果能减少瞬间糖分的大量摄取,就可以降低高血糖的产生。 事实上,生酮饮食一般是对正常人比较不会有血糖的问题,但对于糖尿病患者,因为依赖生酮饮食,恐产生过多的酮酸物,会加重胰岛素的抗耐性,甚至会产生低血糖并发症。 单以防弹咖啡来当早餐,孔音热量不足,饥饿感增加。 再来讨论外界有人说,喝防弹咖啡可以有饱足感,而推论有助减肥。 刘伯恩医师对此表示,一般防弹咖啡组合早餐,提供热量来源的就是奶油类集中链脂肪,而同样重量的脂肪。 虽可产生比淀粉多约两倍,一公克淀粉可产生四大卡热量,而一公克的脂肪却可产生九大卡的热量,的热量,但脂肪产生热量的速度比脂肪来的慢。 而且饱足感的形成和食物的体积有关联性,同样的热量,淀粉的体积就会比较大,而脂肪类就会比较小。 所以理论上,单是使用防弹咖啡来当早餐,是不容易有饱足感,甚至因热量的不足及饥饿感的增加,反而会更想吃东西。 此外,其他可能隐藏问题,就是因热量不足,可能会产生负面情绪的现象,有些人因咖啡因的作用,在空腹的状态下,会有心悸的带肠反应。 所以一般建议,喝防弹咖啡时,可以搭配一些DGI质的食物,例如糙米饭或麦片等含膳食纤维的成分。 注意防弹咖啡过多的脂肪,仍然会形成三酸干油脂而被囤积。 如果长期习惯以防弹咖啡当早餐的人,也要注意过多的油脂类,仍然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。 进而转变成脂肪,囤积在皮下,进而形成肥胖。 所以过多的脂肪仍然会形成三酸干油脂而被囤积。 坊间也有许多人经常把咖啡用来当减肥食品,其实,咖啡成分中的咖啡因,虽然具交感神经兴奋之作用。 但肥胖的原因有很多种,有些室内分泌出了问题,或近年来逐渐上升的激杀型肥胖症,就不宜使用咖啡来减肥。 另外,一些有心血管疾病或消化性溃疡的患者,也不宜用咖啡来减肥,因为咖啡因会使原来的病情加重。 毕竟肥胖是一种复杂性的疾病症候群,一定要找出原始病因后,才能对症下药,达到安全有效的成果。 早餐不是吃能喝牛奶、豆浆,有许多同好,则是以防弹咖啡来当早餐饮料。 日前有媒体引述日本医师的推论,指出喝奶牛咖啡当早餐,能降低罹患糖尿病风险,似乎有控糖的好处。 国内减重专家对于防弹咖啡能控血糖的说法,是否能认同呢? 防弹咖啡的起源,是由美国的一位高科技业的工程师所提出,因其本身也是一位肥胖症患者,尝试在咖啡加入无盐草4奶油。 以及一些中炼的脂肪酸来当早餐后,食用了一段时间后,居然体重有明显下降。 而此种方式的吃法大致就是生酮饮食的概念。 医师,糖尿病患者依赖生酮饮食,小心滴血糖并发症。 台湾肥胖症未教防治学会常务理事剂减重专科医师刘伯恩表示,糖尿病的患者在医学上的统计。 是第二型糖尿病居多,其病理原因是属于胰岛素抗耐性,也就是说对于血糖的代谢能力变差了。 理论上,如果能减少瞬间糖分的大量摄取,就可以降低高血糖的产生。 事实上,生酮饮食一般是对正常人比较不会有血糖的问题,但对于糖尿病患者,因为依赖生酮饮食,恐产生过多的酮酸物,会加重胰岛素的抗耐性,甚至会产生低血糖并发症。 单以防弹咖啡来当早餐,恐因热量不足,饥饿感增加。 再来讨论外界有人说,喝防弹咖啡可以有饱足感,而推论有助减肥。 刘伯恩医师对此表示,一般防弹咖啡组合早餐,提供热量来源的就是奶油类集中链脂肪,而同样重量的脂肪。 虽可产生比淀粉多约两倍,一公克淀粉可产生四大卡热量,而一公克的脂肪却可产生九大卡的热量,的热量,但脂肪产生热量的速度比脂肪来得慢。 而且饱足感的形成和食物的体积有关联性,同样的热量,淀粉的体积就会比较大,而脂肪类就会比较小。 所以理论上,单是使用防弹咖啡来当早餐,是不容易有饱足感,甚至因热量的不足及饥饿感的增加,反而会更想吃东西。 此外,其他可能隐藏问题,就是因热量不足,可能会产生负面情绪的现象,有些人因咖啡因的作用,在空腹的状态下,会有心悸的代偿反应。 所以一般建议,喝防弹咖啡时,可以搭配一些DGI质的食物,例如糙米饭或麦片等含膳食纤维的成分。 注意防弹咖啡过多的脂肪,仍然会形成三酸干油脂而被囤积。 如果长期习惯以防弹咖啡当早餐的人,也要注意过多的油脂类,仍然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。 进而转变成脂肪,囤积在皮下,进而形成肥胖。 所以过多的脂肪仍然会形成三酸干油脂而被囤积。 坊间也有许多人经常把咖啡用来当减肥食品,其实,咖啡成分中的咖啡因,虽然具交感神经兴奋之作用。 但肥胖的原因有很多种,有些室内分泌出了问题,或近年来逐渐上升的激杀型肥胖症,就不宜使用咖啡来减肥。 另外,一些有心血管疾病或消化性溃疡的患者,也不宜用咖啡来减肥,因为咖啡因会使原来的病情加重。 毕竟肥胖是一种复杂性的疾病症候群,一定要找出原始病因后,才能对症下药,达到安全有效的成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